趕快上了 你上了 趕快上完了 現在分出3比3 超恐怖的 完全拉皮 我在等明天的世界大賽 G2跟F5 喔 沒有 看轉播 超級 G2應該爆了吧 我相信G2會第一名 我都不知道是誰 我就全部看到一個Logo一樣 就只會按同一台 誰會請 白癡 五戰 三勝 你全部按同一個 你要幹嘛 沒錯 但有的沒打第五場 也有摸手禮物耶 才五戰喔 那個 打六一場都打 打六好像是超過 六場還是七場 那超久 為什麼會有六場 沒有 那個是其他遊戲的 靠腰 我想說 我打 我打 現在一場比賽再要五分 我同學思想再支持隊伍全民爆炸 因為那是怎樣 所以球隊伍全民爆炸 那個打不過都壓住爆炸 那個打不過都壓住爆炸 全部都同一個就好 只要是台灣出現 你們全部都不要 對 台灣一直爆炸 全勝 你知道 有多爛嗎 台灣我不知道是哪一隊 去分組小組賽 然後跟一些 賀拉賽 對 他都分到那個 不是 你知道他分到哪一隊 打六場 零勝六敗 我們是兩隊都零勝六敗 然後有一隊是兩勝四敗 你知道為什麼我講話嗎 因為他那個分組我看過了 他打那個巴拉賽隊伍都沒有什麼名氣的 又是打韓國什麼SKP那種很強的隊 他打那個巴拉賽隊伍 然後零勝六敗 真的超爛的 真的假爛 超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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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外塔隊的評分 打什麼東西 這很神奇 真的很煩死 幸好 我只要看到那個韓國就全部一樣 看到中國就全部都一樣 看到那個什麼 男生比較有名的隊伍 有名的就是絕對一樣 韓國全部都一樣 SKP送上去 SKP 思想都爆了 思想都爆了 那個書也蠻多的 OK 就好了 這很快 這故事告訴你一個道理 這隊伍很重要 對 對 圖球不是一個人可以踢的 對 為什麼我現在在哪裡 阿六 阿六 你還可以一幹五 我們等一下把 那個 D8 D9做一做 他說 欸寶貝 可惡可惡可惡 超吃心機的 剛才是不是有講 圓跟直線的關係有三個 對不對 看點到直線的距離 對不對 你在看這個題目 他說 第一小題他說問 有沒有香蕉 然後要求什麼 好像要點錯誤 再講一次 他說問有沒有香蕉 求焦點坐標 來我問你 你會用代數 還是用幾何 代數 一定代數 為什麼 因為今天 他要焦點 我問你喔 他第二小題會問你焦點 請問他會不會有焦點 難怪這120有焦點 我真的難怪這120有焦點 不用算次 如果今天他沒有焦點 他怎麼會笑你求 所以要求焦點 你勢必要把真正的s跟y算出來 那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代數 你沒有其他選擇 你就得以代數 那我今天為了示範 因為我現在是教課 我為了示範 我會先用幾何的做法 證 就是寫一次給你看 看他的焦點狀況 最後再用代數證給你看 幾何很簡單 幾何就是什麼 點到直線的距離 跟半斤去做比較 點到直線的距離來寫一下 點是哪個點 就是00跟R1 然後畫個示意圖 中心是圓點 點到直線的距離 我都直接畫隔線了 你有沒有發現 點到直線的距離 這應該一定是嘛 來 多少 係數平方開根號分之點代入 係數平方是2平加1平 欸 為什麼你確定他不會從根 因為他的焦點有兩個 我剛好看到 那你先看下階級的題目 不要吵 點代入00代入很好帶 但是要注意係數有沒有 全部都在重測齁 0加0 太差了 請 裴頭長 是不是根號5分之 根號5分之1 那我就問一下 根號5分之1 欸 他有沒有按下去 他有沒有按 他有沒有按 對吧 他有沒有按下去 有 根號5分之1 是比我們的1還要來的小 可以嗎 可以 一個很神奇的道理是什麼 他會 我剛快轉機了 他是比半徑小 對吧 所以一定是什麼線 垂直線 割線 幹 就一定是割線 垂直線 為什麼垂直 沒有發現 垂直嗎 對啊 垂直 是垂廢嗎 垂直 割線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他的焦點關係 是什麼 與直線相交於兩點 這是用幾何的角度去切入 對 那實際上要求 我們的焦點做標 你就一定要等一下 看畫面看 就是要用代數去解 代數就是什麼 解 連 力 把焦點存出來 這連力好解嗎 看那邊有沒有好解啊 因為他是一人二次方整次 需要一般努力 大家加油 我覺得比較亮 你知道這個怎麼算最快 這個小嘴竅 y等於什麼 y等於什麼 2x 就是喔 看的時候 不要看左邊 他的 你說知道答案 對 那你會解嗎 他的 對 我先來算一下 不要說我都不算 那我們把它 可以用判斷一下 他的y是不是可以表示成什麼 -2x加1 不要 不要用判斷式 直接帶路就好 不要用判斷式 至少不吃喔 用判斷式沒有條塊 直接用那個 代路就好 那判斷式可以用的啊 用那個距離啊 走距離的時候 因為距離有時候要得到那個 最小值 跟他的那個t的值 由t是不是就直接帶進去 有座標 你可以看點這邊有 然後代路你可以得到 s y的地方 改寫喔 叫做 0 或者是5分之4 可以配到b 這點為什麼會有兩個解咧 好神奇喔 那是因為他有什麼 有兩個焦點自然會有量圖解喔 因為你有相見 你不要吵 假設 假設他這個焦點叫a 這個焦點叫b 那我們把ab做標籤 好吵 那A點做標籤 那當然ab不一定在左還沒有 就示例一下而已 那s是0 你會得到y是多少 你不要考慮自己的算數 代路那個平方的 不需要 代路這個就好了 然後y是1 然後s是5分之4 y是-5分之3 絕對不會錯 我有自信 不會直到你 如果今天只是判斷有沒有焦點 狀況 就是焦一個焦兩個焦還是沒有焦 你就是怎樣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為什麼 因為他的計算有沒有1元2次 完全沒有喔 你不用真的把那個x算出來 你不需要 簡單的代路就有答案 這個是很好的判別方法 可以接受嗎 所以希望你是用這個判別 除非他今天焦點 一定要確切地求出來 那sorry 我們就只好解連力了 沒有其他方法 好 來 現在我們趕快看第8 沒有喔 趕快看第8喔 趕快玩喔 第8幹嘛囉 來 立9 立9講碼插得 好不好 今天就知道立9了 我今天沒有錯 夢想過還是夢想 欸 切線還沒切到 夢想過還是夢想 我們下次切線講碼 切線我覺得不會再補充 沒有啦 會補充一個 切線不會再補充 切線會補充那個 一 那不 因為有現在高一的新書 有出一個公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如果老師來這個禮拜幫我回去留意 如果老師有交這個公式 你跟我講明明我齁 那我就稍微證明一下 來 接下來我們看 不確定你們老師有沒有教過 我稍微看他的形式 就是 Y-K 你看我再看書就知道我自己沒有背後 因為這個可以用推的 那你可以推一次 如果老師有教這個 切線的公式 請你到處 那我就證明給你看 我就盡量把你講到最後 我知道他有教 你假賽 你這個單就讓你笑到 可以嗎 那回去看一下有沒有教這個 如果有教我們就講 接下來我們看范麗九 范麗九來看一下題目他說什麼 他說給你一條直線給你一個原問 香蕉的情形 來注意喔 香蕉的情形 然後問K的範圍 香蕉情形有需要求焦點嗎 需要 假賽 相蕉情形有需要求焦點嗎 不一定齁 你只要知道他到底是切割還是不相蕉就可以了 那我們用什麼會比較好 你說低 用低那個先 對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判別判別半徑大 等於半徑還是小於半徑就可以了 會比較快 而且快很多 因為你想要解一二二次嗎 你會想 那你想就解吧 我不想 如果你不想解 那拜託 請你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辛苦了嗎 來 最後一集了 例9 來看一下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你帶一下齁 直線叫 X-2Y加K等於0 那我們的圓C C點坐標 看看 C點圓方程式的X平方加Y平等於1 那我們由它的標準式 可以判別出 它的圓C 是不是叫0.0 可以嗎 然後它的半徑 R就是1 哪三更精狂 第一種 如果今天點圓心的位置 它到什麼 它到我們的直線距離 比半徑來的小 其實我們通常不會先寫小 我們會先寫等於 講到等於好了 等於是不是相切 相切就是什麼 就交一點點就是從根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的K-5我要怎麼看 很簡單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會在嗎 第一題不是不相交嗎 不相交嗎 不相交嗎 又弄到 Amazing 不是啊 那你再剪第一小時嗎 那就可以吹啦 沒有 我們在剪這個時候 因為它要 它是溫不相交嗎 是啊 沒有 是啊 因為我題目沒看完 快起來 我看一下 哪邊 DPM 一來二來 它會不相交相切 其實沒差嘛 反正就是三個高球 對不對 那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一般在寫的時候 我就寫第一種狀況 我一般在寫的時候 會先寫等於R 因為等於R 把那個邊界值先算出來 比較好算 可以嗎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寫 那點到直線距離公式帶一下 一直用喔 請你飲料會喔 細數平方 就是1平加負2平 開根號分之什麼 點帶入 今天一直狂用 今天一定要回 點是兩個點 00帶進來 所以變成0-2乘0 再加K 是不是剩下K在上方 等於R半徑叫做1 請問你K會算嗎 這變成絕對值的K等於多少 根號5 所以K有兩解 是不是K等於正負根號5 會不會太快 可以吧 這蠻簡單的 還有第二種情況 今天我們這三個都要求 第二種情況 點到直線的距離 小於半徑 如果你不知道這到底是香蕉 還是怎樣 還是不香蕉還是割線 還是較於一點 都不知道 沒關係 就直接畫出來給你看 點到直線的距離 比半徑小 是不是長這樣 半徑 可以嗎 所以他會 交於兩點 這是 歌 就寫相交於兩點 還是我也是給你看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就是已經求出根號正負5了 對不對 這邊正負根號5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只是把這個等於改成什麼 小於 那我可以直接寫嗎 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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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 跟號5 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因為我們剛剛串過啦 只是把這個改成小於 對吧 所以絕對值是介於 比負根號5到5之間 可是他的R不是1 這樣跟號5之上來就變成 阿阿阿阿阿阿 對阿 小1 那下一個勒 下一個更簡單 是大於 就是比大的大比小的小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第三個 點到實現的距離 這個就是不相交 這個就是不相交 比如交5 所以就是什麼 K的絕對值大於 如果說怎麼算那麼快 因為我剛剛第一題就算了 所以比大大 比小小 好不好 那你稍微對應一下他的題號 為什麼要先求第一個 因為有了第一個 後面就直接看了 我們也不用等了 可以嗎 可以良心的建議 可以稍微先算這個等 把邊界值算出來 剩下來的大於小 就可以直接做了 像今天的課跟妳講說 有需要點東西 有點幫助 那你回去如果哪裡不太懂的 好自己資訊一下 好不好 那證明今天不是有點到實現的距離公式的證明嗎 我們等一下會寫下來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 放在我們群組上 那你想要看的 給我去看一下 好不好 旁邊哥在這邊 謝謝小家 這間還是好 今天等一下這間 要上那個Python APCS 對對對 好